如果大家不珍惜自己的食物也沒有用 滿地的食物浪費掉 像今天可能就有一堆廚餘 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地珍惜食物 下一組Foodsharing.tw 他就是要為我們在這邊做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讓大家可以把吃不完食物 用P2P的方式互相交換 我們今天簡報先交給Steven 我們掌聲歡迎Steven 大家好 我是Foodsharing的Steven 你們大家已經知道我們浪費好多食物 所以比方說在台灣 我們每天浪費的食物可以填滿70東101 所以在德國我們用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叫Foodsharing.de 所以那個地圖那邊只能看到 那家商店或餐廳要分享他們賣不完的食物 所以到現在這個是在德國合作的商店 還有德國的職工 還有我們到現在拿的食物 所以一共有三份合作 第一個就是Foodprovider 就是商店或是餐廳 第二個是職工 這個職工我們叫Foodsaver 還有所有人 對 現在在台灣也有一個Foodsharing 這個就是我們的Facebook 每個職工先名一個合同 然後我們給他們一個ID 他們要去拿食物 他們就用他們自己的ID 對 我們去年開始每天去一個麵包店 拿他們的麵包 這個麵包都是平常浪費的 我們也有兩個public fridge 就是冰箱 我們跟大家分享我們拿的食物 所以對 我們現在剛開始用一個我們7期的網站 叫Foodsharing.tw 還有一些德國朋友他們幫忙用那個網站 然後我們在台灣也要用一個地圖 這個就是我們的Milestones 第一個就是implement這個Tool 第二個就是Grow 還要在台灣找要合作的商店 對 所以如果有人要幫忙 所有人都就可以幫忙 Develop這個網站 我們都是在Github 都是Open Source 都是Public 所以就是這樣 好 謝謝大家 那這一次我們請執行總監 EPA來為我們頒獎 這邊還有他的punner一起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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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謝謝Foodsharing 我們謝謝Foodsharing 所以說我們希望